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今天藉由我来为大家讲一下内卷的由来 首先 最近那个网络爆红 然后在人们嘴里常逼刀逼刀的词语 内卷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就捧着学术的好学精神 为大家讲一下内卷的发展史 首先 大家知道内卷的英文名是什么吗 involution 大家也很了解一个 与内卷相关的另外一个词 evolution 它就是进化的意思 向外扩张性发展 所以用英语的构词法来说 involution 印内向 involution 就是向内演化 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内卷的意思 一个卷子卷心菜 蛋卷 花卷 就一个中文的卷子 就已经把内卷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但这好像也并不能 但这好像也并不能了解内卷的具体含义 所以说我打算自己去研究 毕竟道听途说风险很大 就像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终究得靠自己的日常积累 不能依靠旁边的同窗好友 do not trust anyone 以及要把改卷老师当成傻子 anyone is an idiot 所以在查阅了无数的资料后 我们发现内卷这个词最早是由 亚历山大一个人类学家 在艺术的角度上提出的 看这是一个长单句 所以说我把它分为了四个核心词组 第一个在上面 internal complexities 内部的复杂化 第二个progressive complication 持续的反复化 以及uniformative 统一性 还有monotony 单一性 所以说翻译 翻译过来说内卷 它就是一个文化模式 发展到了一定形式上 无法持续违代为新的模式 从而只能向内反复发展 导致持续的复杂化 形成模式统一 精湛 但却单一的工艺 但是这样的翻译过来 好像也确实有点难懂 所以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看这三幅雕塑 第一眼看到它的特点 精细 复杂 高明 但是在多几幅呢 三幅 四幅 五幅 大家就会发现 每一个雕塑 它们的形态结构上 都大同小异 十分的相似 所以这种单一的复杂 精细却不高明 形成了一种固化模式 这实在是有点缺乏想象力 以及创造性了 所以现在步入高中生的我们 我们虽然不知道 在生活中 我们也有讲到内卷 我们说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内卷 在求职的时候也在内卷 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向外发展的时候 遇到了停滞 我们平常都说 哎呀 我们卷不动了 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该做的都已经做过了 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呢 我们说 向外在向外发展 遇到停滞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内部的竞争 不断增加了投入 但是又看不到希望的竞争 我们就把它成为内卷 但实则让我们感受到更深的 就是内耗 步入高中 我们虽然曾经不知道内卷是什么意思 初听不知 内卷不知意 但是再听我们也都是卷中人了 我想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在工作的时候 在未来的生活中 我们应该还都是应该在内卷吧 但是 我们有什么方式 能够让我们卷得自在一些 或者隔岸观火呢 所以 内卷呢 也有一些它的特点 比如说 内卷它是一个死去环 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呢 就是 我很喜欢薛兆峰教授的一句话 他曾经说过 让你加班的 并不是你的老板 而是其他愿意加班的员工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 也许老板不是那个罪魁祸首 但是实际上 那些愿意加班的员工多了 也 得看着 跟着他们一起去加班 而我们 也是这样 虽然说 薛兆峰教授说的是大工人 他们是对薪水的压力 而我们呢 其实也是一种 对学习的压力 对于一种未来的压力 对于自己好成绩的一种追求 就像金蝉脱鞘一样 努力想要 逃离内卷的烦恼 就像这样 这样 就像我们总是被家长 同学 还有你的成绩所束缚着 这也就是内卷 为什么变得这么可怕 而这些 谁有没有曾想过毫无压力的学习呢 每一个人都曾想过毫无压力的学习 像就是以前小的时候 有人曾经问我压力是什么 我当时都懵了 我甚至都不知道压力 这个词 直到后来 每一次考试一发成绩 我才知道 这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小孩 叫做别人家的小孩 而克莱音频 我可以用它来解释内卷的另外一个特点 克莱音频呢 是我们用来去研究四维世界的另外一种模型 虽然说它可能在三维世界中不存在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一个小蚂蚁在克莱音频的外部所爬通的时候 它可以不穿过它的体 所以就直接能进入它的内部 所以这克莱音频它的特点就是 它没有内外之分 而且只有一个面 什么意思呢 这也就引出了内卷 它是有未知性的 而我们最大的恐慌 为什么我们会对内卷觉得害怕 因为这就是来源于我们的不确定性 你不仅不知道别人卷出了什么样子 更重要的是 你还不知道别人卷出了什么样的高度 但是有人可能会说 我可以选择躺平啊 但是当你在准备躺平的时候 你的压力肯定会匆匆往上涨啊 你总不能看着别人的人 别人在内卷 而你却无动于衷吧 而且躺平并不是你主动想要躺平 其实是一种被动的状态 而是当你卷着卷着 发现真的卷不动了 卷到最后发现真的没有路了以后 你才会在无尽的绝望中 躺下选择躺平 而且你不尝试内卷 你怎么会知道 卷不动的时候有多绝望 因为内卷其实也是一个很考验学习能力的活 而且很特别累 就比如说我之前看到一些学生 可能在六点的时候就已经起床 踏着晨光准备去教室背书 而我呢我想嘿嘿 想卷死我 没有这么容易 于是稳定好五点慢点闹钟 决定开启我高效能的人生 但是事实还是打击了我 因为当第二天 那个铃声照常响起 但是那种血液冲上大脑的无力感 就使我再次被我拥入了怀抱 所以内卷其实也是很考验自己的水平的 而且你不尝试内卷 你怎么知道卷不动的时候有多绝望 所以作为一个看到了很多不确定性 但是又对未来充满冲击的高中生 我被迫内卷 而且无路可逃 通常来说呢 一旦你被卷入了内卷这个过程 你就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当群体中的一个人开始内卷 其他人为了不被落后也会开始内卷 而这呢又引起了更多的人开始内卷 到后来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人都在内卷 而你初听内卷不识意 再听你是卷中人 记得高中刚开学的时候 我每天能保证八小时的睡眠 大概十一点左右就能躺下 但是后来呢 我发现我的同学们 因为努力学习都睡得很晚 我不甘心落后啊 于是我每晚准时躺下的时间 就变成十二点半 我的睡眠时间也从八小时 变成七小时六小时 甚至是五个半小时 或许你会觉得这很夸张 一个高中生 怎么已经变得像社畜一样了呢 社畜呢 其实是另一个网络流行词 指的是在公司的压迫下 像生畜一样工作的员工 而且实际呢 指的也是在内卷环境下的地位焦虑 我可以很负责的跟你们说 这就是所有高中生的常态 如大家所见 这是一张晚上十二点的学生寝室的照片 虽然现在已值深夜 但是整个寝室仍然是灯火通明 如同白昼 而这也只不过是内卷的冰山一角 据人民日报报道 有超过六成的青少年 睡眠时间不足八小时 而我认为呢 这8.64%的学生 周一至周四 十一点仍然忙于作业只要清晰 显然是低估了我们 照我来看 肯定有一半以上的学生 这个点还没有睡觉 有时候尽管你不知道熬这么晚 到底要干什么 也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但是当你看到你身边的同学 都在挑的阅读 你就会想 我怎么样都要找一点事情来做 不然就好像显得我不够努力 而和他们格格不入 但是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 在已经做好本分学习之余 强行的给自己找更多的工作量 会给你的成绩带来什么飞升吗 我想是不会的 但我还是照做了 这么做不过是像滚轮中的仓鼠一样 你以为你已经很努力 你以为你已经跑了很远 但实际上你还是在原地踏步 就像另一盘所说的一样 我们大家都在内卷的漩涡之中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内卷 所以我来给大家挖出内卷的原因 内卷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种竞争 竞争的双方会认定同意共同的目标 并且认定同意达到其共同的目标的方式 打个比方好了 我们大家都觉得好的成绩 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好的大学 好的大学可以让我们找到好的工作 有高的薪水 这样我们就可以走上所谓的人生巅峰 那到底真的是这样子吗 这其实只是到达人生巅峰的其中一种可能性 更何况 好的成绩就一定能让你上好的大学吗 好的大学就一定帮你找得到好的工作吗 这样你就一定走在人生巅峰吗 退一万步来讲 网络上的一句流行语 大家应该都听过了 只要你对自己满意 你就走在了人生巅峰 这些道理我们都懂 那我们为什么还在内卷呢 这其实是因为我们对于生活的经验不够 道理都懂 经验没有 我们不敢去尝试 我们也不敢把如此重要的人生 作为我们的赌注 于是被推着走 变成了跟着走 内卷的其中第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 我们不确定其他的方法能不能行 我们不确定其他的方法 不能够真正让我们带到 带我们走向成功 所以呢我们就跟着大流走吧 大家都在学习 那我也学习好 这样总不会错吧 内卷的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们必然会存在的竞争心灵 那既然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在学 那我就一定要比他们学的好一点吧 我就比他们学的多一点吧 那一旦大家都开启了这种博士之后呢 我们就都不由自主地陷入内卷的深渊了 就像恐怖的体育系三号线 人来人往 嘻嘻嚷嚷 每个人都被推着走着 想要登上这个车 毕竟登上这个同地铁 才是人生的第一要目 那可不可以不上车呢 你可以等下一辆车 或者火开三号线 或者不再去鸡地铁 反正总之有很多种可能 大家都一样 每一个人都在内卷的列车中 我们在人海中不断地浮沉 却又不甘落后 而我们对于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的 我们都在努力 努力地登上人生的这辆列车 大家好 所以我是詹处然 我是深处狂卷的AP人 我是庄成熙 我是卷不动的内卷人 我是燕丽凡 我是不想卷的内卷人 我是张伟 我是被迫熬夜内卷人 所以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